女人怀孕之后,身体的一些部位就会发生一些变化,所以孕妈可能会遇到很多尴尬事,尤其是在夏天。 这个正是展示女人美丽的季节,女人怀孕之后,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尴尬事。 夏天怀孕,孕妈逃不过这三件尴尬事,第二件很多女人认不住。 夏天一到,大多数孕妇逃不过这三件尴尬事,第二件还有些难堪,一,体毛变多,不敢穿裙子。 一般的夏天,是女人显示自己好身材的一个好时节,各种短裙,孕酷纷纷上阵,但是夏天对于那些怀孕的女人来说,确实非常难熬的,因为女人怀孕之后,体内的雄性激素就会随之变多。 这时身体上的毛发就可能会变得比较旺盛,像手臂,腿部和肚脐周围,毛发可能会变得又多又长,所以让很多孕妈不好意思穿短裤和短袖。 其实这种症状对于孕妈来说属于正常的现象,不必她过于在意,一般等到生完孩子三到五个月后,这种症状就会慢慢消失。 所以说孕妈在孕期还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,毕竟宝宝的健康才是第一位,而有时会漏难,有些女人在怀孕六个月的时候,可能会出现乳汁分泌的情况,尤其是出门在外时,会使女人非常的尴尬。 虽然说宝宝还没有出生,但是女人的胸部已经为了宝宝的出生做好准备了。 这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,孕妈没必要觉得丢人,或者是不好意思。 其实这种现象反而是一种好现象,预示着你以后也只会比较多,小宝宝以后的口粮有了保障。 如果孕妈发现自己有这种情况,是可以在内衣上垫一块防疫乳垫,能有效避免尴尬。 三,皮肤变差。 平时女人特别注重保护自己的皮肤,但是有些女人怀孕后,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差,脸上不仅没有了光泽,还开始长斑长斗。 其实这是由于女人怀孕后,体内的色素增多,进而会导致在脸上长斑。 这时,女妈妈也不必过于担心,更应该注重保养,做好清洁保湿工作,这样才会更利于产后恢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